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当中的一些案例 可以事业线可以看得出来 在工作发展的这个前途还是不错 但是呢,不够努力 错失的机会也会拱手让人 这是从这个事业线的一个 这个行走的一个趋势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啊,这个不用说 这个财气非常的缺乏 整个手背呢,非常的骨结突出 所以说财运比较差 生活是过得比较辛苦 我们看这个再一种 这个就是处于这种待跃的状态 从事业线可以看得出来 事业线断断续续 而且有一条很大的横纹 看见没有 这么大一条横纹在这里 所以说工作方面处于停滞状态 感情方面呢,还是 这个应该到了结婚的时候 因为从这个命理的特点可以看得出来 事业线呢,是多组织 包括感情线方面 在尾端出现这个三条 你看三条这个横切纹 有横切纹的干扰 所以说这个婚姻方面呢 也是比较这个波折比较多 波折比较多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啊 这个呢,是事业线的发展呢 还是不错的啊 从这个手指的根部啊 手掌的根部慢慢延伸上去啊 那么整个呢 为什么说事业不错 整个呢,它是形成甲段长 甲段长之人呢 对于女性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事业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啊 而且呢,有这个决断力 事业心非常的强啊 在事业上能够做出一些 这个小的成就 同时呢,在婚姻方面 我们说段长之人 对于女性来讲是过防养啊 过防养的意思就是 跟父母缘分比较薄 容易呢,在感情方面 出现一些小矛盾 但是这个甲段长 他会通过这个 延伸出来的智慧线 通过他的情商 来调节他的这个家庭关系 包括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 所以说在这个 这个婚姻方面和事业方面 都是会不错啊 但是财运会缺乏一点 因为整个首相三宫不饱满 财运线也没有 包括这个 这个生命线的内侧啊 也没有什么 起地的符号 贵人文什么的 而且有一些清金暴露 所以说 对于女性来讲 这个要注意一些 肠胃方面的问题啊 在这个 生命线的尾端呢 也是不够很 不够清晰啊 不够清晰 整个首相就是这样啊 如果是有这个 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不够清晰 那么hael 不够 感谢观看